这是一场兵与火的战争 究竟是什么让那些年轻的生命誓死如归 五次战役平分秋色 敌我双方的较量因何停滞不前 边打边谈 且看我军如何斗智斗勇 热血1950之攻击风暴 传奇中国精彩奉献 这里是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管理方专门为这辆苏质吉普开辟了一个展示 60年前 彭德怀就是乘坐这种车 驰骋于朝鲜半岛 指挥近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对抗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 1951年3月 彭德怀从北京返回朝鲜 他的目的地就是当时两军交战的最前沿 那里有十几位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正等着他 他们将一同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攻击风暴 从现在开始看中国 这里是传奇中国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美国军队其实是一群只会喝酒寻刺激的牛仔 他们参军打仗的动机往往是因为军方所给的工资很高 会大大高于从事其他工作而得来的收入 他们没有信仰 不懂得奉献 由此 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是一支被金钱驱使的军队 他们不懂政治工作对军队的重要性 这也是他们在为什么拥有绝对装备优势 却依然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 美军向来不缺会做思想工作的将领 麦克阿瑟就不用说了 接任他职务的李其威同样深得真传 他第一次到达朝鲜战场 就让所有人大吃了一惊 因为他脖子上挂着两颗货真价实的手雷 他对记者们说 我只是不想当俘虏而已 以必死的决心来鼓势起 这与著名乡军将领左宗棠台关收复新疆的举动 多少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李其威永远也无法明白 中国的将领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让士兵们前扑后继 誓死如归 如果李其威有机会去中国军队当中 体验一段生活 他或许能找到他所要的答案 就在他忙于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来自中国内地的两个兵团 近二十万兵力 正全速向朝鲜前线靠拢 与完全依靠汽车轮子的美军不同 这支部队行军的方式依然很原始 杨秋华的父亲来自湖南诸州的杨德志 正是其中一支部队的指挥官 基本上过了江以后都是拿腿走的 大概走了二十天才走到他们制定的位置 美人身上负荷特别重 爸爸说那个除了每人一天 每人要带七天的干粮 这个是 然后子弹 这个手榴弹 这些枪支弹药以外 还要带两发排挤炮弹 因为那个排挤炮 连他那个自己的那些东西 他带不了那么多嘛 他一个战役下来 他需要用很多炮弹 所以这样呢 每个战士要带两发 所以来就是这个 部众特别特别大 显而易见的是 李奇为绝对不会理解这样的举动 在他看来 吉阳自然有专门的后勤部队去负责 战斗部队的唯一使命 就是攻城掠地 而事实上 杨德志指挥的十九兵团战士 除了背负保证自身战斗需要的物资 还要为第九兵团带上预寒的衣物 值得说明的是 九兵团司令正是宋十轮 三个月前 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当中 因严寒导致的非战斗减员 十分严重 一套是三斤半棉花 南方的这个战士的面衣一套是一 两个月前 人都背了90斤的东西 有弹药 有背符 有棉衣棉帽 这让我们给他们背了一些厚家厚的 还有一点 李其威也一定非常不解 当时朝鲜的天空就是他的天下 可地毯式的轰炸中 志愿军的高级指挥员们怎么会无一伤亡呢 事实上 拜美军飞机所赐 几乎每一位志愿军高级指挥员 都有过生死瞬间的经历 杨德志也不例外 1951年4月 刚到朝鲜不久的杨德志终于接到通知 立即前往志愿军司令部开会 商量期盼已久的第五次战役 不过途中发生了意外 商把这个夜幕刚降临的时候 开着开着开着关销他们俩同时喊飞机 就以为了很快那个飞机就飞过来了 但那个飞机那个司机是李根忠叔叔 他呢特有经验 他就说看看 说这个是侦察机 只放信号弹不会扫射 不会什么的 然后果然放信号弹 就趁着信号弹这个亮处 就赶快这个车就往前冲 能跑多远跑多远 就是跑着突然发现 对每个卡车刚说糟糕 就装了 然后我爸爸就不知道事了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说他就靠在郭昌忠叔叔身上 靠在几个圆身上 后来就听着郭昌忠叔叔 就说首长 首长 谁叫 说你没事吧 后来我父亲就摸了摸腿 摸了摸头发 说都还在 那没事 那个闯祸的卡车司机 怀着忐忑的心情 走过来探望时 他听到的话 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战士有没有伤着 说你没伤着吧 官兵一致 官兵互助 这是中国的人民军队 自成立之日起 就确立的原则 李其薇如果看到这一幕 不知是否会解答他心中的疑问 与杨德志这次遇险相比 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 不久之后的一次经历更是惊险万分 时任作战科科长的孟兆辉 亲眼目睹了那惊险一刻 沃尔城隧道四重 也就旁边在 我们在沙州的一个老小 早晨的时候机人飞进来了 早晨飞进来了 我们都看到 那飞机飞得非常低 那痛苦的人都可以看到 在当时 志愿军的防空力量 依然十分薄弱 对于敌人的空袭 战士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这次有着很大的不同 让孟兆辉后怕的是 敌机的扫射目标 正是彭德怀的住处 一扫射的时候 把窗战让人扫 哎呦 我们这着急呀 我这就要窜出来了 他们就后面拽我大腿 我说这妈 这这这这我坏了坏了 我老头这房子找了 这这这 了得了我这不坏了 这不坏了 敌机走后 幸存的人们急忙扑向还在燃烧的那所房子 人们这时才发现彭德怀安然无恙 从那以后 彭德怀就住进了潮湿阴暗的矿洞里 为了他的工作 工兵们在洞口外 为他挖了一个小洞 美军飞机没有来的时候 他可以到有亮光的洞口去挂地图 但是美军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 无论情况多么恶劣 彭德怀还是将向他的对手 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 这是一场兵与火的战争 究竟是什么 让那些年轻的生命誓死如归 五次战役平分秋色 敌我双方的较量 因何停滞不前 边打边谈 且看我军如何斗智斗勇 热血1950之攻击风暴 传奇中国精彩奉献 人生自有境界不同 华灯初上 喧嚣渐淫 一性安伤 与美国内部乱糟糟的形势相比 中国无疑要团结的多 夺取战争胜利的决心也更为坚决 在给中央的电报里 彭德怀这样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力求在三八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 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 收到电报后 周恩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第五次战役的规模远大于前四次战役 而前四次战役的结果证明 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 一个整师 甚至是一个团 都难以达到全坚的目标 那么第五次战役 预定歼灭敌人几个师 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 但是毛泽东给彭德怀回点说 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 妄依情况 坚决执行之 似乎从一开始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毛泽东 对于第五次战役的战果 都想得过于乐观了 尽管李其薇早有准备 但志愿军攻势之猛烈 还是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1951年4月22日 志愿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 各进攻部队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 不与当面之敌恋战 全力向敌后穿插并实时包围 不要平推 平推啊 你推他多远 咱们自己的时候 这个弹要 粮食什么都攻不上 你自然就得退下来 要穿插 插到敌人后边 然后把敌人退路给封死 但李其薇严令部下 依次撤退 相互掩护 绝对不让志愿军 有穿插包围的机会 这一策略 的确给担任主攻任务的 19兵团造成了麻烦 你从行军队行 去打仗你各种都配合不上 所以这个任务 就是在堆积那儿 打不过去 对于这次临金江之战 杨德志后来回忆到 五个师涌起在临金江南岸 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 遭到了敌 炮兵 航空兵的火力突击 伤亡很大 现在向来 依然是十分痛心的 这边就只是过去了什么的 一个侦察支队 还有一个盗风 就后来的命名 盗风站支队 还有过去了一个营 盗风站营 插到敌人后边 但是呢 兵力少啊 你想堵住敌人 那堵不住 到29日 志愿军停止了进攻 经此一战 将战线向南 推进了近80公里 歼敌2万多人 但遗憾的是 彭德怀包围并歼灭对方 4到5个师的战略企图 并没有实现 惊魂未定的李其威 这时发现 中国军队 自22日进攻开始 到29日停止 正是7天的时间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军队 已经在这7天当中 耗尽了弹药呢 李其威 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马上开始部署反击 那么 彭德怀 又将如何应对呢 在前四次战役里 志愿军 以绝对劣势的装备 将强大的敌人 从鸭绿江边 驱赶到三八线以南 并直接导致了 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的下台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 1951年4月22日 彭德怀统帅志愿军 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 仅一线进攻的部队 就达到12个军 兵力 接近40万人 没有人怀疑 志愿军的夺取最终胜利的决心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 庞大的战争系统 已经让志愿军的后勤系统不堪重负了 这一点也最让彭德怀放心不下 在第五次战役发起前 志愿军后勤薄弱的缺陷再次暴露出来 五次战役之前 六十军赖了个电报 他们几个人正在吃晚饭 我接到电报以后 我就 我看了以后 六十军说到了部队以后 是部队那饭 没饭吃 又是什么了 我都拿这个电报两天 第五次战役开始了再过两天 那没饭吃怎么打仗 我都把这个电报给彭捞走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马上就要进行攻击了 竟然还有部队吃不上饭 这让彭德怀勃然大怒 立即向主管后勤的洪学志发起了脾气 把筷子一刷 老婆 这事实上怎么搞的 部队没饭吃 怎么是张总弄打 我们还在这里吃饭 你让他猜不 你去看看 杨凤安连夜赶往六十军驻地 经实地调查 结果是虚惊一查 他说部队还是有良事的 但是部队到了驻地以后 拿着部队发的那个冒进 什么欢老外星的酸菜小劲吃 我怕部队犯纪律什么了 我说这回那犯是两回事 你不能这么 他说可能是财务写电报错了 虽然是误会 但这一细节却证实 当时志愿军的吉阳 最多只能保证一个星期的攻势 主管后勤的志愿军副司令 洪学志也为此承担了巨大压力 他后来回忆 一线指战员们普遍有三怕 一怕没饭吃 二怕没子弹 三怕伤员运不下来 这样的情况 也让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 十九兵团司令杨德志 辛茄 在规模空前的进攻中 联合国军的防线一度岌岌可危 在前四次战役当中 志愿军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 先打战斗力极弱的韩国军队 撕破对方防线后 再穿插包围对手主力 但这样的成功经验在第五次战役时却无法复制 因为李奇威及时发现了这一致命缺陷 把那些韩国军队调去了后方 部署在第一线的几乎都是战斗力极强的美军精锐 现在在这个情况下也没办法给你形容这个东西 在中国什么是传奇 是主宰命运的英雄 是天地变色的瞬间 是无法磨灭的记忆 是令人神往的秘境 寻找最佳角度 延长你的视线 传奇 从现在开始 看中国 为了让第一批入朝部队得到充分休息 担任第五次战役主攻任务的是 刚刚入朝的十九兵团和三兵团 尽管他们作战勇猛 但毕竟缺乏与国外现代化军队作战的经验 精明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 正是利用了志愿军这些缺陷 当志愿军消耗了大量弹药 被迫停止攻势的时候 李奇威的全机械化纵队 立即发动了疯狂的反扑 李奇威的这次反扑 给志愿军一个赫赫有名的战将 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他就是王进山 王进山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这个人是个战将 最近演那个电影《亮剑》的背景器中就有他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性格 有这种铁血军人不计生死压倒一切的霸气 而他的原型人物正是有着王丰子之称的王进山 王进山往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警卫员出于安全的考虑阻拦 总会让他暴跳如雷 1951年因陈庚还在国内养病 王进山代替陈庚 指挥三兵团参加第五次战役 但这位威风八面的虎将没有想到 第一次出国作战 他就遭遇重大挫折 这个地人也抓住我们礼拜战 说他用这个闲遣租迟 在什么的坦克呀这样的 有着公路查过来了 查过来以后他用空隙 他的公路过来了 但是后边没有完全给他掐断 说他这时候判断是包围的 这什么他都危险 他把电台砸了 志愿军第六十军180师 正属于王进山的第三兵团 根据战后180师突围战斗 检员统计表公布的数字 180师被俘将近7000余人 约占整个朝鲜战场 志愿军战俘总数的近70% 如此重大损失 让王进山很长一段时间 都抬不起头 杨凤安清晰地记得 在开五次战役总结会的时候 彭德怀专门找到了他 三兵团来人你告诉我一说 我说三兵团来人 葛兵团 为什么三兵团来了以后 提醒告诉你 五次战役没搞好 五次战役没搞好 180师出了损失 他怕了什么人 他问他 这个180师出事也不完全是你们待着 我们也有责任 你看碰到的是这样的 很多关于五次战役总结会的回忆文章都提到 彭德怀在讲到180师之时 语气十分严厉 但在杨凤安这里却是另一种记忆 被点名的伟杰是三兵团六十军军长 180师正属于六十军建制 杨凤安说 尽管彭总的口气并不严厉 但的确让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气氛骤然间变得沉重起来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一个人 他就是刚从国内赶来的三兵团司令 陈庚 陈庚虽然知名度很高 但很多志愿军将领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将军 陈庚也没有想到 他在志愿军高级指挥员前的第一次亮相 会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下 但这位以乐观著称的将军 还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轻松了起来 当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后来回忆到 为了缓解这种紧张气氛 他暗示陈庚打个圆场 因为陈庚资格老 陈讲话 彭总不会向陈发火 陈庚听了 站起来说 老总 开吃饭了 肚子饿了 果然 彭德怀之后不再提180师的事了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 五次战役后期所遭受的损失 始终压在彭德怀的心里 在后来的回忆录里 他将五次战役 列为其军事生涯中四大败仗之一 无论如何 经此一战之后 联合国上上下下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如果想依靠武力来解决朝鲜问题 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谈判就提上了日程 谁也没有想到 这场以和平为目的的谈判 依旧是血雨腥风 五次战役以后 朝鲜战争双方的较量暂时告一段落 回顾这一阶段作战 双方基本上是各有输赢 而且在人力 物力和财力上 都有着惊人的消耗 1951年6月2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 在联合国上提出了朝鲜战场的两军 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建议 这个提议在两天之后 中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 表示赞同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其威 首先向中朝部队发出了电报 希望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进行停战谈判 既然大家都没有打下去的念头 和谈也许是结束朝鲜战争的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 1951年7月1日 李其威来电的第二天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 联名回电答复李其威 电文说道 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 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若你同意 我们的代表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进行会晤 说明无次战役以后 世界上就停止在三八线上 在这个时候 美帝国主义也要想着上北打 也没有什么力量 也太估计 也取问了什么胜利 老实讲 我们要上南打 把地人赶下海去 也不可能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地人踢出来啊 停战谈判了 所以我们也都响应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 也是个大场 一个心理大场 这在打政治仗 我说就打政治仗 1951年的7月10日 两军在位于朝鲜半岛的开城莱凤庄 拉开了停战谈判的序幕 双方都派出了强大的谈判阵容 志远军方面的首席代表 正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 邓华 这位文武双全的将军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同样没有让对手占到丝毫便宜 双方斗智斗勇 双方的较量不仅是这些 这一天 由美方轮值主持 不料美方代表一言不发 中朝代表已沉默应对 在这次无言的对峙 长达两个半小时 之后直接休会 创下谈判史上的记录 第二天 又由中朝方面轮值主持 双方代表刚刚落座 中朝方马上宣布休会 所用时总共25秒 同样创造了一项记录 那么 双方的会谈 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战争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为您呈现 热血1950大结局 最后一战 敬请收看